女神张雨起怀孕了,即使肚里怀着宝宝,这张和老公的婚纱照看起来还是非常唯美,果然有人,微胖了也不会毁形象,博文上写着你心里,我肚里,大家一起哈哈笑,倒出了初为人母的喜悦,最早张雨起刚刚闪婚时,曾透露过人八元玉有一女,没有婚时,两人共同服育女儿,还常常上一家三口出行的照片,但上女儿似乎就是一阵热乎劲儿,之后两人甜蜜蜜外的照片里 在无孩子的身影,当时还有不少网友购病张雨起这个后妈没有张子怡做得好,不是常常照顾孩子,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和这个女儿的母亲,人八人没有娶静门的葛小倩也有关系,已经为人八人生了一个孩子,还举办了婚礼,却一直没能领证得到身份认证的葛小倩,对于夺回自家女儿非常努力,犹如当年的贾静闻一样,即使撕破脸走法律途径,也要女儿跟在自己身边, 但是从葛小倩的发文不难看出,人八人肯定是百般不配合,毕竟身价数十亿,这样的豪门人物,对于自己的血脉都看得很紧,不会轻易给人,纵使妈妈不要,孩子也是必须留下的,就在张雨起公布怀孕后没多久, 元八人前妻发声,表示,从小生活在爱里的人,没料想人心可以这么坏,承诺可以随便反悔,还谈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道德底线,这话再明确不过,就是自己遇到的元八人是个渣男,没有道德底线, 但是其他的话就让人障碍和伤摸不着头脑了,不确定是个什么含义,不过从葛小倩后面回复的留言可以看出,他应该是通过律师打官司,赢得了女儿的抚养权,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,还从目前转成了幕后,不少网友对他的举动表示称道,毕竟孩子还是在亲妈身边才是最幸福的, 这大概也揭秘了张雨起积极造人的缘故,元八人唯一的孩子归还亲妈了,传宗接代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张雨起身上,但愿他不要背负必须生儿子的指标,不然这生活就未必如他秀出来的这般美好了。